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 现代人却觉得只吃肉不吃饭也能活下去 还能减肥很健康 营养师喊别这样风险很大 因为这些肉类其实富含蛋白质 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会形成含氮肺物 那含氮肺物是经过肾脏去代谢 吃太多的话确实也会造成我们肾脏的一个风险 国民健康署也有教育 均衡饮食是每天都要摄取六大类食物 包括全骨杂粮类乳品类 豆鱼蛋肉类和蔬菜水果跟油脂坚果种子类 豆鱼蛋肉包在类是因为它们都是负责提供蛋白质 加在一起吃够了就可以停 你只要记得就是我们一餐大概是 就是一个掌心的这个大小的量 如果你喝了一杯豆浆240cc 那你就要扣掉一半掌心的量 所以你其他的豆那个鱼啊肉啦 这些可能就占半个掌心 而且会喊豆鱼蛋肉是有道理 补充蛋白质时 营养师说要按照顺序 尽量先选豆类制品 因为脂肪来源相对好 再选鱼然后蛋都吃不到才选肉 不是偏激到叫大家都不吃肉 但营养师建议肉可以少吃 毕竟好的淀粉其实也能帮助脂肪燃烧 想减肥和营养均衡 不一定要靠吃肉 发达宣传媒体台北采访报道 无论是煎炒还是卤 鸡蛋作为食材百搭又营养美味 不过有些人害怕蛋黄胆固醇高 避而不吃 也有不少人为了增肌又怕胆固醇只吃蛋白 但别以为蛋白热量较低就可以多吃 蛋白呢它跟蛋黄一样属于蛋白质类的一个食物分类 吃太多的蛋白你一样可能会有一些血脂肪过多的问题 可能有一些你本来就有一些痛风啊 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 其实过量的话 它可能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增加尿酸的代谢 除了味道口感外 蛋白蛋黄营养价值也大不同 以常见白壳鸡蛋来说 蛋白和蛋黄热量差了五倍多 脂肪含量差距也很大 不过两者都富含蛋白质 能促进人体生长发育修补组织 关键差在胆固醇 如果有高胆固醇 脂血症的人就要控制蛋黄摄取量 而对于蛋黄含健康 Omega脂肪酸 有助降低罹患心脏病风险的说法 营养师表示因为含量太低 其实效果并不大 就是我们可能会吃到肉类啊 鱼类海鲜啊 豆制品的话 其实鸡蛋的话会建议一天呢 大概控制在一颗左右 其实就够了 一般人每天吃一颗完整鸡蛋没问题 不过要留意鸡蛋有丰富蛋白质 而蛋白质摄取过多 也会转化为脂肪 储存在体内 让体重增加 营养摄取过于不及都不行 八大新闻亚 庭王密贤 台北采访报道 一颗颗饱满多汁 酸酸甜甜大柚子 中秋节配着烤肉月饼吃最解腻 而柚子得和药物间隔吃 或许已经是常试 只是有部分药品和柚子的交互作用 却可长达三天之久 紧隔两三小时吃 恐怕还是会有危害 其实吸湿柚类的水果 像是柚子葡萄柚 还有苦橙当中 都含有福南香豆素 会阻止大多的降血压 血脂的使他丁类药物代谢 要是患者长时间无法排出体内 就会产生毒素 计量是关键 没错 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会影响的这个时间 主要都取决于我们吃的 这个柚子的量的多寡 因是建议毕竟高血压 高血脂患者大多需长期服药 最好还是别吃最安全 如果真的嘴馋 潜尝一两半即可 切莫不忌口 为了口腹之瘀而伤身 得不偿失 吃面 喝汤 都喜欢加入大把的青葱提味 是不少民众的习惯 不过青葱的美味 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服销售 进来一位七旬老翁 因为喜欢青葱大量食用 没想到引发胃溃疡 变成胃穿孔 连主治医师都吓了一跳 他因为退化性关节炎 有在服用一些止痛药 那可能是止痛药 让他的胃本来就不好 那加上吃了含硫化物的 辛香料之后 造成的进一步刺激 让他的胃非常非常的疼痛 特别点名 消化到有溃疡的民众 应该要少吃青葱等辛香料 因为消化到粘膜 受损之后 被胃酸腐蚀 就会形成溃疡 出现上腹疼痛 恶心呕吐的症状 加上不当的药物 跟食物刺激 严重就会穿孔 除了青葱 蒜头 辣椒等辛香料 也都含有丰富的 硫化物质 应该避免 还有特定的药物 在服用之前 也要留意 除了刺激溃疡的伤口 含有硫化物的青葱蒜头 也容易加剧 蒸气的情况 下次要加点开胃的香料之前 还是适量就好 以免伤害肠胃健康 八大新闻和平 李松元采放不倒 过了中年 有些人因为糖尿病 或高血脂 开始限制自己的饮食 或因为牙齿状况不好 食物摄取有限 导致营养素不足 台湾中老年社区普查发现 约有5%到10的年长者 有营养不良问题 营养师则观察 长者最缺乏的是 蛋白质钙 美心 即维生素D和E 每餐都要有品质好 而且足够量的蛋白质 因为它是建造我们的 muscle的基本要素 那我们生活中 鱼啦 瘦肉 海鲜 蛋跟肉类 比方说像豆腐啦 豆干 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而且它还是心 很重要的来源 那素食的朋友呢 更要小心 因为很容易会有 蛋白质不够的问题 根据国民营养健康调查 老年人普遍有乳品和蔬果 摄取不足的问题 建议每天吃两碗蔬菜 两碗水果 蔬菜的颜色和种类越多越好 而菇菌类像香菇 海藻也不能少 还有如果年龄超过五十岁 稍微走动一下 就觉得喘或累 也跟营养素不足有关 甚至可能导致 肌少症发生 不过要怎么知道 自己肌肉是否减少 医师这样说 成年人通常四十岁开始 肌肉量逐年降低 四十到七十岁 每年下降百分之八 七十岁以后 每年下降百分之十五 若引发肌少症 会让行动力变差 也跟老年人跌倒 和失能息息相关 医师建议 每周进行有氧运动 和肌力训练 刺激肌肉生长 能有效预防肌少症发生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